各位优势焦点财经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绍豪 Howard Chain豪有钱 从台北世贸大楼 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 近上周股市重回高点之后 回到1月4号的高点 本周股市在Silicon Valley的 另一个焦点就是Apple Computer Apple在周一开始报道 它今年的新的两项产品 那就是iPhone 5 SE 4英寸的手机 还有9.7寸的iPad 两项的新的产品 希望能够推动 Apple Computer 过去一年打横的股票 一直维持在100块钱上下 前置不前 特别市场非常的期待 9月份上市的新的产品 iPhone 7 到底有什么新的特点 所以市场非常的期待Apple Computer 主要的原因就是四大平台 F Facebook A Apple N Netflix 跟G Google F A N G 其他三只股票 在过去一年都创造历史的高点 Facebook历史的高点 N Netflix历史的高点 Google也是一样 只有Apple Computer 一直打横 主要还是没有新的产品 所以整个Silicon Valley 全世界的高点 都非常的期待 它本周 无论是iPhone 5SE的4英寸手机 或者是9.7英寸的iPad 或者是9月份即将推动的新的产品 iPhone 7 都非常的期待 希望Apple Computer的股票 重新创造新的家机 从105块 继续的往上推动 智慧人的话语 是你要殷勤筹划 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 因为日久 必能得着四大平台 F A N G 三缺一 只缺Apple Computer 其他三家 都是过去一年的历史高点 你跟我都非常的期待 Apple在本周 或者后的几个月当中 有新的iPhone 7的产品 能够推动Apple的股票 继续的往上升 Howard Chain好友权 从台北的世贸中心 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